OK 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3年前 2020、2021的時候 Carrie和機制剛剛開始做YouTube頻道的時候 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批樓花 即是售樓處看的一個項目 現在就交了樓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 都很開心 由show room 開始看到去現樓 這都是頭幾個Carrie可以親身經歷了 由樓花開盤期間買起 然後單位可以在收樓 看看它跟當初發展商所宣傳的是不是一樣 起出來的效果是怎樣的 還有這次的地產除了上次的影片之外 後面也沒有怎樣再介紹過 基本上它是在Dunbar這個區域 Dunbar Southlands 我們這裡全部都是low rise 可以看得很遠 對比起Carrie經常和大家看的 Matchel Town、Brandwood、Richmond 這裡是一個很寧靜的溫哥華西區的社區 而且溫哥華西區不是Canby 上面還有sky train 還有marinedrive大馬路 我們是說是很入的 前面已經是樹林 再進去就是UBC 樹林公園 再進去就是UBC 這條是Dunbar 可以說是溫西南北向的主街 差不多到最入面的一條 這裡再繼續往西 已經全部都是獨立屋 連low rise 我們這個建築都沒有了 兩間學校 Private School 聖George Junior 近我們一些 遠一點就是聖George Senior 這邊是西 大家看到好像仙境一樣 我們越過樹 看到那邊雲 還有山頂很清楚 很美的位置 西邊 太陽在這裡 日落著 然後這個方向是南邊 因為我們是在西區 所以我們這裡看下去 西區是很西 所以我們看下去 其實已經不是說看 就是看機場再出的 那裡全部都是樹 哪裡 是嗎 那裡很美的 這個向南 以後直接看到海景 然後遠一點 應該是溫哥華島 或者美國 所以看出去也很美的 現在是晚秋 所以紅葉差不多沒有了 大家看到很多樹 已經是乾燥燥了 還有一些黃葉 還有一些原藝 我們現在在看的 其實就是這座樓 剛才有沒有說的樓盤名 叫做Legacy 發展商是Qualex Landmark 就是2019年 2020年的時候 就是開盤賣的 那就是今年2023年收樓 他也是準時收樓的 我們當初幫客人賣入的單位 就是一個五樓的單位 其實整個建築 一定是住宅樓層都去到五樓 所以是Penhouse Unit 除了有一個小露台之外 還有上面這個Private的露台 差不多這裡面積有七百多呎 都是跟這個 unit的單位去買的 大家住在樓下的單位 就可以享用這個地區 因為我是新的膠吉 所以有很多工作都未做好 還是比較空隸隸的 屋主人都因為沒有辦法過來 計劃有變的原因 暫時還沒法過來住 都捨不得出租 這麼美的單位 現在先打算放賣 賣一段時間看看 市場走勢是怎樣再作決定 我們看到 因為是西區的樓盤 亦是屬於比較高端類 當初我們買這個單位時 也考慮到懸藝 很多時候我們天台花園見很多 但見到天台花園還有那麼多植物 隔著我們的單位和旁邊的單位 就不是太多 這也是當初的樓盤特色之一 基本上在天台上應該不會經常站在這裏 可能會放一些很大的沙發 餐桌或者太陽椅 即是躺在那裡曬太陽 你一坐下之後基本上就看不到旁邊 我就是看一些樹 然後看遠處的太陽 海景 所以這個環境也挺優雅 但實際上如果真的站起來 你是看不到旁邊的露台 我們也算是比較大的露台之一 也是比較私人的 然後就在北邊 上到露台可以看北邊的雪山 等遲些入冬之後 這裡下雪就會很漂亮 就可能是幾個比較尖的山頭都有雪 這條走廊也是 上面屋頂的這些花全部都不需要自己管理 當然你真的喜歡種花的朋友 都可以自己買一些盆栽種 但Stratta發展商會有另一條通道 負責不斷幫你維持這裡的懸藝 就是這裡 什麼 這是通道 對 它會一直這樣走 這裡也可以通到隔離單位 它應該不知哪一個位置 這個是隔離單位下去 對嗎 我們現在事不宜遲了 就去看看單位的內裝 嘩 越來越漂亮了 準備日落了 好 是的 四點幾度日落了 好 我們去到這個樓梯 這個樓梯也是屬於單位的範圍 下來就有一點繁囂了 這條街是登巴來的 南北向 然後對面就是一些舊一點的建築 將來有沒有機會改建 是有的 但暫時沒有計劃 不知道什麼時候 比較新的我們這個範圍 其實就是我們這座和前面 其他大家也看到是很矮的 這邊也沒有sky train 沒有火車軌 不是很繁忙的地方 大家看到行車路 基本上只有一條 旁邊就是泊車 很多街鋪 是一個close 沒有那麼忙的地區 適合大家喜歡慢活 安靜一點 我們進來 單位裡面是沒有做好 現在 因為剛剛交漏無奈 所以大家看到 還有灰在地上 還有trace進來做一些倒漏 有些地方 好像傳媒Control4 電動Blinds 似乎還沒有裝好 還掉了一些線 所以這個我們之後會跟進 我們現在進來單位 剛剛說了那麼久 我還沒跟大家介紹過單位的室內面積 總共是1241呎 它是一個兩房兩次的單位 另外它也有一個雙車庫 而且是private gated 即不是一個整齊停車位 你有一個自己的閘可以下來 旁邊做的地方可以放東西 是private gate 我們從廚房開始看起了 這個單位因為它不是corner unit 所以它沒有太多的走廊位浪費了 門口這邊進來之後 一個四角位有洗衣房衣櫃 稍後再跟大家看 已經是廚房地區了 廚房也是非常大的 當初那個時候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我三年前的影片 那時候說話都會生吵吵吵 搞笑整個形象都不同 頭髮很長 現在不知為何留不回那麼長的頭髮 當時我記得 我記得在show room裡 也有一塊signature stone 那個好像更大 跟回這個跡 也不小 這個 island很正方 這邊也有坐的空間 這邊也有擺東西的空間 我記得它說是否scissors stone 它是waterfall的 這邊因為它有些儲物空間 就沒有做waterfall 其實它這一邊 全部整塊石都是waterfall鋪下來的 然後呢 去到這裡 這裡也是 這個位是waterfall 這邊就是儲物空間 廚房是佔了這個單位 客飯廳一個很大的空間 大家看到它整幅的廚房櫃都很大 這個是36吋的雪櫃 應該是subzero subzero的雪櫃 之前也跟大家分享過 如果你家裡有subzero雪櫃的話 它們很好的有這些features 教你怎樣去清潔 換濾 還有跟大家說了很多那些 那些知識 就是那些不同的食物 可以儲存多久 subzero的雪櫃 因為它裡面的通風系統 各方面做得比較好 所以變成裡面的保鮮度 透氣度會很高 這個是雪櫃 上面有儲物空間 下面有兩格的冰櫃 打開了一格給大家看 下面還有一格 然後就是這幅鍋 當初是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因為當初去過show home 還有看完職位 它一組是applices 然後一組兩個櫃放東西 它都有一個upgrade list 你可以選擇有四個 其實它是要四個size match的 可以選擇咖啡機 或者offen 或者microwave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size的問題 沒有一個option upgrade 是可以做到這樣的 因為如果這樣做的話 你看見一個display櫃是這樣的 就多了一個洞出來 所以當初我們是在原本可以選擇的optional upgrade裡面 強行將四組電器都買的 因為我之前覺得很傻 每一個upgrade list都有重複的東西 譬如說兩個offen 因為我們不需要那麼多offen 反而又想有蒸爐 這個是有水的 有個蒸爐 亦都想有咖啡機 是不是 之後亦都想有微波爐 也是用的 同時亦都想有焗爐 每樣都想有的時候 size match 很好發展商都願意幫我們訂做 就將這個位置變成一個櫃桶 多了一個儲物空間 就是這樣 這個是原本的story 所以其實如果看回當初發展商的list 去做一個最貴的upgrade 都要13000街稅 GST 但實際上其實我們價值比它 因為它13000的package 是沒有包含這個櫃桶 以及不是這樣四隻電器的 我們繼續說了雪櫃 上面這些全部都是儲物空間 又小的又大的 這些全部都是儲物空間 然後我們又看過煮食這一邊 我記得上次也有跟大家看過 它這些櫃基本上很輕地摸 然後它就會抬高 然後有一個按鈕 你也不需要走到很高去拔它 你按一個按鈕 它會關起來 當然你的頭會不會碰到呢 是會的 我們當初也做過試驗 重新試驗一次 當然我不拿頭去試 大家都不要了 但如果你有東西放在這裡 它是會 稍為會頂一頂的 但還是要小心點 我記得這一塊很大 整塊 然後後面這些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儲物空間 然後上面都留了一些空位 這個不上去 你按住了嗎 是的 剛才我按了一下 先關上它 這些感應器有幾個位置 每一條通道都可以做感應器 上面有燈光 大家可以留意到它的設計 它不是立刻黏著牆 其實它這裡是一個座 這邊這一塊 也是鋼鐵 這一塊有鋼鐵 應該不會塑膠吧 鋼鐵 涼不涼 不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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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會有一塊的設計 board 然後整個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天花板 下來還有一個小孔 就是整塊 它的天花板也做了很多東西 大家可以看到它有一個potlight 在上面 中間的island位置 都很有趣的 再做了這些double lighting 亦有speaker system 大家可以接駁了那些 sound system 可以聽歌 剛剛講到這邊 轉彎角 然後這裡 就是焗爐 不是爐頭 剛剛的appliances 全部都是爐頭 雪櫃是subzero 這一堆都是爐頭 主食爐也是爐頭 濃爐頭 牆壁上都有做了這些電掣 下面這些都是櫃桶 儲物空間 這個好有趣 很長 但是雙桂桶 一起開的 喔 我這些是示啤製的 對 黑色的 我給你選顏色 可不可以這樣說 如果是我會換黑色 你試試 做什麼 開 OK 穿的 鹽扭嘛 OK 好 好 下面有一個很大格的櫃桶 都是雙桶 然後那些櫃桶 都在裡面 細收盤分兩個星盤 然後兩支水喉 一個是這裡 一個是可以拿出來 噴水的 一樣都是要開了這邊 OK 有濃烈的 感覺應該是這個 感覺應該是這個 好 小碗是瑞典牌子 ASCO 因為不濕的 都有人試過 垃圾缸中間 也有個洞 不知道用來做什麼 好 然後 好 好 這個剛剛上面看了 那些島嶺 主要是那邊坐人 這邊坐人 這邊坐人 然後這邊 有些儲物空間 這個單位 也有一個酒櫃 有一個 wine fridge 這個 wine fridge 跟雪櫃一樣 牌子 是Subserro 然後這邊 也是儲物空間 兩格櫃桶 有LED光 這裡就是 Shelfing Unit 這個就是整個廚房 中間這裡是飯廳位 然後向西邊 向街這邊 看樹景 日落景 這裡就是客廳空間 相對 增長 這個位置 梳化位 長壁位 都很大 所以是足夠大家放到大電視 而且它的 咦 不是啊 我先看看 梳化應該放在這裡 梳化應該放在這裡 你可以放L-shape的梳化 這樣 因為門就是這裡 露台 就從這裡出去 好 我們看看主人房 它兩間房間是分開兩邊的 右手邊 這裡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的尺寸 都很大 絕對可以放到King size 三分鐘放到King size 之餘 你可以這邊 或者這裡 再加一張書桌子 有窗 可以開窗 以及可以出到露台空間 一樣 又是望西邊的景觀 這些 blinds 其實它全部都是電動的 它是Ctrl-4 system 那為什麼叫做Ctrl-4 即是燈光 然後你冷暖氣 空調 以及那個blinds 以及音響系統 還是Security system 全部是可以混合在一起的 我們當初呢 都是跟發展商商商調了 這個upgrade 下來 應該現在還沒裝好 還在搞 好了 主人房來到這邊 就是我Carry見過最闊落的衣櫃設計 通常很多時候 例如主人房入口袋 也會說是一個很窄的走廊 兩個人會很擠迫 這裡大家可以看到是比較闊落 而它的衣櫃也做得很漂亮 看上去就是有鏡面 可以當作照鏡 可以看到自己的樣子 另外打開後會有著燈 有些掛衣服 有些櫃桶 總共有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這邊是掛衣服 下面有一條通 這裡也有 當你開啟燈的時候 就很漂亮了 這邊的櫃桶 然後這個洗手間也是很色彩的 當時他們做這個樓盤的時候 它做了打開法式的玻璃門 有兩個扶手 而且玻璃面 這邊看上去好像是白白的 透透明 裡面看上去會比較紅 通透感很好 還沒收拾好 進來這個洗手間 第一件事看到的就是這個 洗手間裡面的那一棵牆 當我查理去看 Elegacy的售樓出的時候 也是被這個吸引了 我覺得廁所好像很霸氣 好像氣氛一樣 門一走進來 首先一棵很漂亮的石牆 這些都是他們在歐洲國家運來的石材 整塊鍋 是不是整塊 兩塊 兩塊黏在這裡有 石材 然後就是浴缸在這個中間位 各個的花灑全部在這裡 然後可以分開男士女士兩邊的Double Sync 各自有各自的儲物空間 打開櫃之後裡面還有一塊鏡 你可以近一點去看自己 這邊還有一些按鈕 其實這些按鈕都很棒的 很有現代感 這些是燈光效果 Axton你按了關掉後面會關掉 後面廁所會開 就是它的燈跳設計 就像你去酒店一樣 有幾種光度效果 洗手盆的水龍頭都是懸掛在中間的 就不是這樣 坐在這個檯鏈上面 兩個 然後這一塊是Quart 這一塊也是 兩塊都是Quart 上面就接著鏡子 廁所又跟廚房一樣 有整個框 大家可以看到 不過剛才外面的框是白色 就不太覺得 進來廁所配上這塊木色色彩 整個白框 上面有三個Potlight 剛剛還沒看到下面的櫃 一個大的儲物空間 一個小的 然後這邊有毛巾架 然後浴缸後面有兩個進去的位置 都分別各自有玻璃門 一個是洗手間的 有一個座廁 這個座廁都可以安裝電動的東西 它有電掣放在這裡 然後這邊外面還有燈條 然後去到這一邊 大家看到地面有些髒 是未清潔的 有些trace還進來 這個玻璃門 它可以向前向後開 看你喜歡 然後有一個吸的 即是阻水的 然後進來 這個就是shower store 有個ring hat在上面 也有整條扶手 有一個可以拿下來的handhand shower 這塊也可以調教高度 這邊有一個凸出來的位置 你可以放洗手水護髮素 整個都是鋪磚的 不是纖維底座 有一條去水位 後面是控制 即是開水的位置 主人房就看完了 我們不如去看第二層 去到對面 就是看第二層 還有一個powder room 如果有客人要去廁所的話 這裡有一個powder room 簡簡單 Carrie覺得這座牆比較淡 我覺得如果大家真的買這個單位 這座牆可以做一些效果會好 你通常去見別人的 通常會黏很密的磚 有附近的 然後進來這個 就是Second Master 其實這個 類似高端類的樓盤 兩個房間都是套房 剛剛主人套房比較大 這個就是Second 第二個套房 所以房間比較小 去不了露台 一樣有窗 有大玻璃 看同樣的景色 繼續日落鐘 然後也一樣可以放到Queen Size 它也有自己的套廁 還有它的walk-in closet 我們先看看洗手間 顏色也是類似的 一樣有signature wall 但這次放在整個shower stove 打開門 也挺闊的shower stove 跟剛才很相似 後面是按鈕 有ring head 有handhand shower 有地方放東西 下面有去水 有鋪磚 signature wall 在後面 這裡的洗手間 sink 就由兩個變成一個 你繼續一樣 可以開鏡櫃 和儲物空間 同樣 整個都有個框 可以上去 美觀效果 跟剛才主人房 是很類似的 然後座廁 洗手間的對面 就是walk-in closet 我覺得這裡比主人房的廁所 比主人房的廁所 差不多整個storage room 可以做一個釘 如果大家不是很多衣服 或者是小朋友 如果是小朋友住 其實不需要那麼大的衣櫃 方中衣櫃可以放這裡 這裡還可以放書桌做功課 所有的門 都是實木門 實心門 又比較重 地板是engineer hardwood 整個unit 除了洗手間的位置 都是這個 很lightwood color的顏色 對了 衣櫃門也是實心門 有點重 然後轉個位置 這裡有個洗衣房 加連儲物空間 CyberScii LG洗衣機乾衣機 幫你做好一個很長的桌面儲物 一條通掛東西 各種儲物空間 你可以繼續延伸儲物空間 有一個大的儲物房 大概就是這樣 整個單位 好 我們現在來到Nexi的對面馬路 這條斜斜地南北向就是Dunbar 我們在前面是29階 往上一個是28階的中間 Nexi的建築是靠住Dunbar 東西面向 這邊是西邊 那邊是東邊 我們是507階的 我們應該是哪個 其實應該是這個 是 不是 我們不是Cornor Unit 最上面 最上面那個 中間這個 然後 這個建篇 因為它是斜坡 上面 所以它的 unit number 樓層 可以說是4至5樓 有些去到4樓 有些去到5樓 最高是5樓 天台就是6樓 看到樓下都會有些商鋪 有些已經確定了 建立 例如Scotia Bank BMO 有個酒鋪 有些正在準備 這條街 Dunbar 都算不是太繁忙的街 大概是一線行車 然後一邊是有得泊車 上下都會有些不同的配套 譬如說 我們剛才剛做到對面之外 往北邊的話 我們之前也指過給大家看 是三年前 還記得三年前 這個位置 我們過來看 是一個community garden 基本上給大家種的一個圍欄 現在一房間三年 真的覺得很快 Carrie由開頭拍的那些樓花 就已經可以看著他們的寶寶 已經建立了出來 這個建築模特兒就變成一個真 都蠻什麼的 其實都真的象徵度還原度很高 因為當初我記得 他們說外面是有鋪一些石面 現在大家看到它的建築 除了是玻璃之外 除了一些黑色的Hardine材料 都會有一些marble tiles 在外面白色的 這邊也有一塊一塊 然後顏色的選擇 都是跟建築模特兒一樣 主要是深灰白色 還有它當初也有特色單位 它有一個solarium 特別是樓底高 一片玻璃看起來也很棒 所以整個建築的設計感也在 挺有型的 然後我們又說說 我們走下去可以看看 Legas的前面 是一個luxury apartment 我記得這個是for rental 不知道現在有沒有改變用途 我在Research Little neighborhood 的時候 發現其實我們這個建築 或者這一區居住 都很適合有小朋友的人 尤其是接近28、29階 因為它的斜對面 這裏是後面的斜對面 已經是Library Dumber圖書館 就是這塊東西 然後去圖書館之前 這條街直入 我們已經有走過的當年 當年這間屋還在建築 圍著樹 我記得仲鄉紅 普遍樹的知識 安心都來的 對 然後這裏有個Montessori Day Care 它有個Massage Therapy 以及Elie Montessori Academy 就是Day Care 在這裏 所以有小朋友 尤其是年幼小朋友 其實很適合 走兩步 已經向前面 一個公園 再前面就是聖George Junior School 再一路到底就是聖George Senior School 所以基本上 你可以不用走路 拖著小朋友 就已經有Day Care 有圖書館 前一點 再前一點有公園 我們當初的影片 還有帶大家 向垂直 向Dunbar 再南走一點 有個Community Center 那裏有各種各樣的 民意康樂設施 大家可以帶小朋友去玩 Android Life 哇 重选這條路 這樣就三年了 三年前好像都是這些溫度 凍凍地 好像都是這樣的陽光 對 都是這樣的黃葉 好像就是這個陽光 一模一樣 對嗎 都是一個很寧靜 很舒適的街區 應該是楓葉吧 你說想要楓葉 對 你脫了一棵 哇 最後的楓葉 在這裡走很舒服 好 下集見 哇 我們準備下班了 當然要出來看到日落很漂亮 不如重新拍一次 那裏很漂亮 不用了 現在拍了 哇 那裏有多我 加拿大我 對 是加拿大我 自排開 有一隻脫了一隊 然後也有些玻璃在上面 有些燈光 我在拍一些我 不好意思 那裏有一個玻璃頂 不會凸到雨 但又會曬到太陽 哇 月亮也有 對呀 日月同輝 日落雨 已經不知道去到哪裏 月亮是日 這邊比較橙 那裏有海景 有山景 很漂亮 粉紅色的很漂亮 在那裏 我 妳 妳 妳